由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选博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 正在寻求推广小贩文化的途径 是的 她表示可以引进更多社会企业 或具有社会意识的机构管理现有的小贩中心 委员会预计会在明年上半年向政府提成报告书 物落转换站小贩中心今天举办活动 听取公众对改善小贩中心的意见 现场的200多名公众踊跃提出反馈 意见包括增加食物种类 保持环境卫生 甚至有公众提议小贩中心举办娱乐活动 这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也能使小贩中心更具活力 这家由社会企业执总富士克管理的小贩中心 就采纳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食物价格可负担得起 包括调整小贩制定的售价 委员会将根据反馈提出针对性的方案 例如如何鼓励人们自动归还晚跌等 预计评估报告明年初完成 文字幕提供